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笑语的咖啡厅吗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牵手走过的墙吗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接班的湖边吗 你还记得在摸进冷热里答应过 要照顾我一心一心都忘了吗 都忘了吗 你知不知道在你消失的这段时间 我曾经来回走了多少遍 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路 你离开以后我每天晚上都从梦里哭泣 因为你不在 我只想打一张永不分享的恋爱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哪里不好 你说你回答呀 你这样行吗 说 我对不起 与紫熙家庭优渥 父母宠爱相反 秋全新从小因父母工作忙碌 一个人在寄宿学校长大 这样的成长环境 让秋全新养成孤僻自卑又浩强的性格 与紫熙因网络买卖商品认识后 家境普通的秋全新充满自卑 而建立一个完整富裕的家庭 一直是秋全新的人生理想 生意的失败 紫熙因事的家境 完美的婚礼 都成为秋全新沉重的精神负担 最终秋全新还是选择了放手 虽然走向了告白的舞台 我们仍希望秋全新能改变自己的观念 找到真理 而人格不能独立的人 是没有独立的审美的 更不可能独自承受感情的责任 其实她的问题看出来 她爸妈妈管得太紧了 让她在该去自我去学会辨识的过程当中 没有学会 所以她的一种持情 往往不是关于持情本身了 她是一种抓住一种 我生命中救命稻草的感觉 紫熙 你还想 你现在还幸福呀 你有爸爸妈妈疼爱你啊 对不对 你的天真 你的单纯 你的对感情的执着和专一 要留给一个爱你的男人 我也曾经像你这样崩溃过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看同样的浪漫的小说长大的 所以我的脑子里我也是充满了 什么一生一世啦 坚真不移呀 白头到老啊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 你现在要学习的是什么 你怎么去面对 你怎么去跟人家相处 你爱的时候是怎么爱 而不是说你虚容 刘子熙从小一时无忧 喜欢看浪漫的爱情小说 在遭遇情感挫折后 难以自拔 在嘉宾和主持人长时间的鼓励和劝说想 刘子熙终于恢复了平静的心情 还需要多少杂乱清澈的水 才可以忍耐过沉重的眼泪 好的妈妈 对不起你们一直以来的鼓励 我让你们失望了 但是你们请相信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们失望 你会怎样 我回英国 我好好考试 还谈恋爱吗 还谈恋爱吗 我真的再不能接受一段新的恋情 将来还可以谈 要谈好好谈 擦亮眼睛谈 然后再跟刚才那小子 叫什么来的 秋全新是吧 跟他道一声别吧 不准哭啊 我祝你幸福